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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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我这一辈子活下来了 我是不是对于整个的人类都感觉很惭愧 所以我常常说 尤其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种一颗菜 不枝一寸布 不烧一片瓦 我们衣食住 加上行 我们都在这享受 我们要有惭愧心 我不能够比古人 比我们这些能干的人更能干 至少我这一天不要白活 你怎么能够不白活 我们个人想个人的办法 个人尽自己的志向 能够这个叫做虚其心 若其知 这不是愚民政策 不是让你都没有 不是废弃这些东西 只是让你不要执着这些东西而已 这些东西你一沾它的话 这个奢华的东西 什么的东西 你念头就在物质上的打搅 你这脑子里是空空的 对 好 这不是愚民政策 有这么长啊 来 你跟他 先生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在地的同学提出的 什么 先生 我很迷茫 对于学习 对于未来 读了近十六年的书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离生活越来越远 我的生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 您能用一个长者的眼光和思维告诉我 人应该怎样看待学习 如何学习 他说呀 他感觉到他自己离生活越来越远 你今天吃饭了没有 我不知道哪位问 是谁坐在这儿啊 谁能够再坐在北大这个大礼堂里 你不是在活着呢 原来你是个死人呢 你不是嘛 你在生活嘛 你怎么说离生活越来越远呢 你在这儿享受生活 而在这儿 自己所谓的 没有道理的在这儿 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寂寞似的 你怎么会离生活越来越远呢 我们就在活着 我们就在生着 你何尝离生活越来越远 你的灵魂呢 似着没有了 是啊 假设你认为你没在生活 那么你是灵魂是没有的 那毫无问题 我也替你承认 假设你觉得生活的越来越远 那么你是灵魂没有了 因为你都不知怎么想了 当然灵魂没有了 那么 生命找不到 你的生命找不到 你吸一口气 看看你有呼吸没有 我不知谁问这个问题 我的答复是比较残酷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来听我讲 是我很大的忽悦 我讲了这么多次了 在这讲了四五次了 还能问出这样问题来 实在是很悲哀让我 他怎么能够说 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点 你有什么点呢 你在活着就是你的点 这就是个活点 这一点你自己都不承认 那你当然灵魂也没有了 生活也没有了 那么我们上哪儿 你自己都找不到的话 我上哪儿去给你找啊 对不住啊 我把你批评的这么厉害 这本来这有点太可 但是这很让我伤心 我讲了四次 假设你每次都来听了的话 我等于我白讲了 其实先生的教育 教老师的同学 活在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 都是真的活 先生 我愿意这样问 先生 请问您如何定义文明的进步和聪明 谢谢 你问我两个问题 你问为我怎么叫文明的进步 你现在大概十几岁左右吧 你三岁的时候 你在家里头 社会上 我们国家那时候的经济 你应该有点认识吧 现在能够坐在这儿 能够有这么大的校园 有这么多的听众 有我这么老的人 还在这批命给你讲 这就叫文明的进步 什么叫聪明啊 耳思聪目思明 但是耳头跟眼睛在我们说话 我们这五官只是几寸的地方 人聪明很容易 智慧 智慧要费时间 你一听就听见了 你这叫做耳头聪 做这么一讲堂的人 我在这儿 你们都看到我了 是叫穆斯明 这叫聪明 但是不叫智慧 智慧是日之而生会 所以了解了这个的以后呢 你了解了 能够用你的耳头听 用你的眼睛看 然后呢 你从聪明 用这两个根 使你变成聪明 然后你用聪明 画成你自己的东西 你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这就叫你的进步 你今天就比昨天多知道点 你怎么知道的呢 用耳头听的 用眼睛看的 所以我说让你们读书啊 世界再也没有便宜 比读书更便宜的事了 读书 你可以用几个钟头的 把人家一辈子的智慧 都可以 做为我们自己的 这是多便宜的事 那么今天假设 我有一句话两句话 有一点东西 你还觉得还有意义 进到你的脑袋里头去了 你觉得这个呢 使你聪明一点点 这就叫做文化 这就叫做进步 多简单的事 很简单嘛 先生您好 若百姓均主 均做到不争 不道 不乱 社会是否还会发展 人们还会进步吗 谢谢 你认为 这个不争 不道 不乱 不欲 社会是否会发展 人类 人类还会进步吗 不用说旁的 咱们就先说说 福西神龙皇帝 这个三皇 福西是打仗 争夺斗来的吗 是他们要打的 福西跟这个神龙献打一仗 然后他们两个人合起来 所以我们称为 炎 我们自己是炎皇 咒夷 炎帝和皇帝的后代 他们是打了两场仗 为什么呢 为救老百姓 这就跟我们世界第二次大战 当这个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登陆的时候 希特勒自杀了 莫斯利尼被人家吊死了 两个大专制独裁的人去 德国得救了 意大利得救了 于是他们的文化不但保存下来了 而且文明又进一步 这就是人类 这就叫进步 否则的话 怎么叫进步 你是要这个灯光 你还是要我们打个小蜡烛 这就叫进步 这就叫文明 都多简单的事情 这个应该问题都不应该问的 十年之内 他认为将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 文明中心 而我们看到的是 无论在物质生产领域 华世在自然的科学社会 科学领域 占据主流 他们假设现在我们还占据主流 那你们就没有前途可观了 就是要看大家伙怎么努力 所以再说 十年之内 我那时候我看不到 我早就死了 我已经静完我的心了 但是你们必须要报定这个东西 现在外国不是嫉妒我们 在批评我们 什么都是中国的错 假设一个人的错被 被这个人这么样批评的话 我们要能够改错 这是一件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力在哪儿 这是有自知之明 现在中国我们可以说 从鸦片战争 一直到这个国共的内战 这一百六十年我们受尽了折磨 受尽了痛苦 但是我们还能够有今天 还在被人家嫉妒 还在那被人家天天在那批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彼得伤我们 你们自己不好好的 这个 研究研究 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 而在这是自卑自愿 也没有研究近代史 我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折磨 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 而在这儿自己认为不容忍 你们 你们都想去美国是不是 都觉得美国世界文化最高的 他们才有多少年文化 他们1776年才成立一个国家 不是 对不住 对1776年 美国到现在 美国到现在怎么样 我们知道这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自己 在这样百般折磨之后 百般的侮辱 你们读过没有 我们的这被列强 几乎瓜分了的 定的那些条约 马关条约 这一些一些的条约 现在台湾是我们的 人认为台湾 还没定 这是西太后赐给一个大臣的 台湾 台湾人的祖宗都在闽南 大家不研究历史 也不研究近代史 也不知道中国历史 我感觉相当悲哀 我真感觉很悲哀 一个大学的学生 能问出这几个问题来 我很难过 大家好好的读读书吧 别要来听我讲了 我都白讲了 是北大人随身骑的 还是稍微的陪月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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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点像的情况 从前 就做了上个北大人 上一次我答了五十道问题 有很多很好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问题 好问题都问完了 才问出这些笨问题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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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难过 我不预备这样子 好 好 没有想到准备了 一起来 好 没想到准备了 从文本上 意义上进行二书里的传发 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运证 拿这些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更看着成天天的诺调 可遇之为善 有拥挤之为敬 坤实之为美 下这一讲 各位都可以在问问自己 自己的基因剧上是不是更加逍遥 更加自然了 在天原代物上是不是更加柔和 更加纤维了 在你独被天地作用作业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大气温然了 好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北京大学的美女教友 谢谢 很深谶的歌 还是建议大家 回去 还有一点点说 三点点 转地开考古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请大家起立 我们对老师请君临 老师感谢 希望 希望我们的北大校友 我很以北大为荣的 不要让我这么失望 大家有问问题 问的当我觉得很高兴的问题 像上述那个五十几个问题 就是我从好几好多问题调出来 这些问题我都不打算 以后希望不要有这些问题发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